昨天傳出我們友邦巴拉圭呢 預計要採購聯亞疫苗一百萬劑 雖然還要等EUA通過才正式取得訂單 不過負責代工疫苗的子公司聯亞藥 今天以每股三十元重返了新貴交易 這股價馬上就展開了蜜月行情 盤中最高來到兩百二十塊錢 收盤收在兩百一十五元 這一天的漲幅整整超過六倍之多 可是今天來看到人氣的指標股台股當中 百萬股民在衝浪的航運族群 則是因為大股東聲讓賣股票 今天表現非常的差勁 包含了陽明的大股東 台行昨天申告要轉讓1.32萬張的陽明 鄭的大股東正展投資顧問 也要升讓六千兩百張 另外公外法人代表是台船的部分 謝國榮也要申告轉讓兩百張的持股 讓航運股今天一片殘氮率之外 還有好多檔都亮燈跌停 國產新冠疫苗概念股聯亞藥 二三號登陸新貴就衝出好成績 開盤參考價三十元 股價就以三十七點五元開出 隨後一路飆上最高兩百二十元 漲幅超過六倍 不過人氣指標航運族群卻是全面縱錯 就是因為陽明的大股東台行 二十二號申報要轉讓手中1.32萬張的持股 同時正德台船的大股東 也申報要賣出部分持股 讓三檔個股二三號直接殺到跌停板 還連累了整個航運族群 像是長榮 萬海 玉民 惠陽等等 全都亮燈跌停 賣股其實是一個警訊 所以行內股看起來目前籌碼相對比較凌亂 每天的當沖比可能都四成五成以上 爆出大量這些個股 昨天的高檔區域沒有辦法站上的話 建議是先減碼 像是萬海二十二號就爆出了 超過七千五百萬的違約交割 就是因為當沖客衝過頭 現在台股裡面搶貌客是越來越多 因為近期台股的當沖交易占比 都在四成以上 而累計到五月底 當沖開戶數更是衝破三百萬到三百零九點五萬 而且最近一年 當沖開戶數就大增了九十點四萬 鎮台股新增開戶數的六成 等於過去一年十個股市新手 有六個就愛當天殺進殺出 年輕族群開戶的比例還不少 那畢竟年輕人資金可能比較不夠 所以會做這樣當沖交易的這樣投資 但其實當沖也不是全然的五本生意 因為交易成本也不低 若投資人每天當沖 交易稅以優惠減半的千分之1.5來估算 充一年成本也要百分之三十六 也就是賺一千元十拿只有六百四十元 所以總歸一句 不管什麼交易方式 投資人還是要隨時做好 風險控管才行 東森財經新聞 葉子君 于家豪 中文瑞 台北採訪報導 超商也可以買得到居家的快篩世紀了 四大超商陸續到貨開賣 但目前統一跟萊爾富只有國產的 還有泰國居家快篩 全家預計二十六號會開賣 羅氏的快篩還有泰博這個品牌 今天下午的三點鐘開始 萊爾富首波開賣這個快篩世紀 不少民眾提前一個多小時就來排隊 就怕限量一百盒來晚了買不到 結果小插曲排第一位的民眾 身體不適昏倒了 民眾到超商就可以買到居家快篩世紀 目前販售的是國產的泰國快篩 一盒一千七百元五計 有民眾一次就買兩盒 早上都跑過了 有特別跑過 但都找不到就對了 你跑了幾個地方 我跑了十幾家7 因為工作上會接觸到比較多人 所以怕會有風險 所以就買一千元來試自己檢測看看 萊爾富下午三點在雙北 各有一家門市首播開賣 不少民眾提前一個多小時貿雨排隊 門口常常圓籠就怕來晚了買不到 因為萊爾富目前門市限量一百盒賣晚為止 甚至有公司同事一起團購 第一個結帳的郭先生兩點前到場原本排在第二位 但後來發生意外插曲排在第一個的富人突然身體不適昏倒頭部撞擊地面 兒子在旁不知所措店家趕緊協助叫救護車送醫幸好初步沒有大礙 四大超商陸續上架 23號下午 同一超商販售的也是以國產泰博快篩為主 萊爾富之後陸續在雙北50家門市也會到貨 全家預計26號後全台門市兩款都有 OK24號開始先用群組預購螺絲試劑 同一超商賣的居家快篩試劑第一波在桃園以北有藥商許可的門市販售 第二波預計要7月以後全台才會有貨 民眾突然透過超商購買藥妝店康世美也跟進 24號預計在北北基陶地區門市開賣國產的泰博 26號全台陸續販售進口螺絲 不過各大超商手批撲貨數量有限 建議民眾可先純問門市避免扶空 東森新聞領主堂李文慶台北報導 行政院日前正式授權鴻海和台積電代表政府來採購疫苗 不過兩家企業想要買的輝瑞BNT 要不就是直接跟德國的原廠購買 否則就必須得透過大中華代理商上海的復興公司才買得到 可是呢現在商導金的也不只是台灣企業和政府 因為上海復興可能有壓力 萬一庫存疫苗沒有賣出去 不但可能過期對BNT原廠也會有違約的風險 紅海台積電現在各個企業都希望出面代表政府採購疫苗為國出一份心力 而企業若想取得BNT疫苗 現階段有兩種可行方案 第一是繞過上海復興直接向德國BNT原廠或是美國輝瑞購買 透過第三方政府轉送給台灣 只不過目前原廠態度還是希望企業像港澳台等大中華地區的獨家代理商上海復興 除非是原廠或輝瑞違約 否則這個方案難以成形 怎麼繞怎麼繞的話都還是回到原本的商業行為的話 那因為BNT的代理權就是在上海復興 所以變成是說目前似乎是沒有一個可以繞過上海復興的解決方案 至於外界傳言郭台銘帶著台積電一起繞過上海復興 郭台銘也發聲明稿 嚴正說明這完全是不符合事實 另一方面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直接向上海復興購買 只是在簽署合約時勢必會無法以台灣為民意簽約 會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台北 能否和中方協調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名稱 蔡英文總統已經決定了就是說反正我可以讓步 但是我只要這個德國原廠製造原廠包裝送來台灣 那你只要這樣的話就可以解決 有傳言認為台積電很有可能自己到德國設廠 並搶先和德國原廠談判交易 只不過可不止台灣企業為疫苗傷透腦筋 上海復興當然也有壓力 畢竟若無法將首編距時效性的一億劑優先出貨權 全數售出疫苗庫存囤積也有過期風險 最後賣不出去還可能違約 BNT疫苗從單純的商業邏輯 轉變為複雜的政治議題 誰能先持得點買到BNT疫苗 各界高度期待 德文學員總好報導 peculiar 不是